每日最新关键是 城市向前行 对的 已经是来到小周末了 7月17号星期五 早安 我是Brian 早安 你好 我是德财 你可以使用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 CD Plus的apps来收听我们的古镜早班 城市向前行 让你每次收听都有收获 马上来看看在过去的一天 我国又新增了三宗的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 其中两宗是本土感染病例 所以累积的确诊病例已经是有8737宗了 此外 昨天我国有12宗康复出院的病例 时的累积康复出院的病例已经是达到8538宗 或者是等于总病例的97.7% 昨天也没有死亡病例 所以累积死亡的病例维持在122宗 或者是等于总病例的1.39% 沙拉月这里昨天是再增一宗的确诊病例 患者是来自古静渔船公司担任渔夫的外籍人士 根据沙拉月灾难管理委员会的文告 昨天新增的确诊患者是沙拉月第584宗的病例 他前天就到古静某一家的私人医院 接受员工筛检的时候 在这个检测结果当中就成阳性的反应 就正式感染上新冠肺炎了 这一名患者他是没有任何的症状的 已经是被送到古静中央医院去接受治疗了 此外就是鉴于这一名的确诊患者 他最后一次回到自己的国家的时候 是在2016年的时候 然后是没有任何的出国记录的 因此断定他其实是属于本土的感染病例 当局目前就正在全力的追查 曾经和这名确诊者有接触过的一些人士 当中也涉及了和他一起在同一个地点工作的同事 另外昨天没有任何患者康复出院 所以累计康复的人数依然是维持在554人 或者是相等于94.86%的康复率 死亡人数则累计18个人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沙拉月行动党 树立主席黄培根就表示说 沙拉月在过去一个星期里面 已经出现了多宗的新的确诊病例 所以人们必须要提起十二分精神 来避免沙拉月爆发第二波的疫情 他就说由于富人行动管制令RMCO的条例 是没有强制外出的人士 必须要戴上口罩的规定 因此他就强烈的要求 沙拉月灾难管理委员会增加强制条例 又或者是加强相关的防疫措施 那就是强制大家佩戴口罩 他就说联合国卫生组织WHO 在六月初的时候就更改了他们的口罩条例 建议人们在公共场合的时候要佩戴口罩 而韩国是自五月二十五号开始就规定 没有戴口罩的人就不能够承搭公共交通 法国政府则是在校园又或者是公共交通上面 不戴口罩的人的话将会给予他们一个罚单 而且目前全世界其实已经有超过一百二十二个国家 是强制他们的人民一定要佩戴口罩 尤其是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时候 所以从数据上看到这个简单的一个举措 对新冠肺炎的这个传染力呢 其实还有这个死亡率都有很直接的一个影响 黄培根表示说 沙拉月是完全经不起第二波疫情爆发的 你看几个月的这个行动管制令呢 其实已经让沙拉月的人民跟这个经济 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 所以目前虽然剩下为数不多的病患 然而民众依然必须要严格遵守这个防疫措施的 要知道这个世界各国呢 会有今天几百万这样子的一个病例 就是因为当初他们对这个小规模的疫情 爱里不理而导致的 所以对于受处这个沙拉月灾难管理人们 会强制的希望我们这些沙拉月的人民 戴着口罩这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不用强制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有一种 自动自发的这样子的一个精神 如果是被这个强制性的话 可能大家就说这样子的事情都要强制 可是有些人偏偏就不戴 甚至还掌握人家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课题 你觉得我们应该要强制性落实 佩戴口罩这一回事吗 欢迎你在这个视频的下方留言 又或者是可以WhatsApp进来 0127871925 0127871925 就好像刚刚一饼所说的 假如我们只不过是用建议的方式 像之前在我们古镜某家咖啡厅 所发生的这件事情 他只不过是建议大家进来 Dying之前戴上口罩 结果就被骂而且还被锅了巴掌 那是不是要用强制性的方式来落实呢 而且古镜人必须要探讨和思考 说一定要在强迫的情况之下 我们才能够提升我们的素质吗 这是值得思考的哦